默默的 枪口公文物是九七黑桃 刚来吃饭的时候 晚餐休息时间 然后我和大亨先到那个餐厅 然后刚好看那个 就Sam他们都有坐在一桌 我就问他你分得出来谁是 就分得出来这个双胞胎吗 然后他说 告诉了我一些特殊的分辨技巧 对我我经常是对对任何人脸啊 经常有很强的记性 那我刚好我们就插 我是我是脸盲患者 我一天都不脸盲 我一般见过的人啊 就如果第二次见到他 我还是能记住 名字你会记得住吗 名字不是记得名字记不住 但是我说脸 当然要记名字也可以 就是得 如果有必要记的话会记 如果有必要记的话会记 这里Hexton在 装位啊 选择对 关税位的家住做了一个3bet 这边 用一个A圈 我们的M6 这里打的也是非常激进啊 选择 做了一个4bet回去啊 后手还剩下6万8千啊 他现在是省下了 底区来到9万6啊 他做了一个5bet all-in呢 应该是盖牌了 嗯 我们也是知道啊 Hexton是一个打得非常激进的玩家 这里是 在装位啊 他的确是有一个比较宽的范围做3bet啊 那么M6这里 呃 选择在这个时期对他做一个4bet 正好撞 撞到了对手的一个顶端范围 A圈 但实际上 实际上 经常他可以用这个4bet是收下底区的 嗯 玩家其中 其实70%都是娱乐玩家 一般性一个比较 差不多娱乐玩家跟职业玩家的比例 也差不多是7比3左右 哦 所以 在翻前其实不需要做太多的波动啊 在比赛的早期阶段 嗯 尽量以打value 呃 积累筹码为主 哦 庄伟拿了一手很好的KK 大芒 17点防守 哦 这手牌是有点大 三面 三张草花 并没有任何一玩玩家有草花 嗯 Soyida是拿到了顶三条 面对前置位的一个过牌 看一下他这手牌是怎么去处理 这是一个机会 Sam Greenwood啊 这里 17 没有梅花的保护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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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第一条街都不一定会跟住吧 对 三分之一的底车 Greenwood的这里虽然是击中了事 但是没有后门花保护它 嗯 在转排的任何梅花都不太支持能跟第二条街 所以有可能是这里直接盖牌的 这里是有概率直接盖牌的 还是选择跟住了一条街啊 它这里如果转排掉梅花的话比较难处理啊 嗯 准排是一张红桃三 选择继续过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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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挺好奇Microsoft的系统 这里做了一个两万五千的下注 依然是没有梅花 好 这里 继续顽强的选择跟住第二条街 如果没有出现梅花的话 是 这个时期是比较 比较OK的一个牌例 感觉龚龙想要去拿时期去抓对手 能这盒牌开出三来 感觉它还是要 还是要跟 如果对手打出来的话 两条街的跟住已经比较勉强了 看一下 麦康索尼达的合拍的尺度 我刚刚一直听到我这个吹麦的声音 我才发现是 索尼达的那个 衣领一直在蹭那个麦 哦 找了半天原因 8万的下注 很大 满吃下注 Greenwood这里其实跟住两条街 是希望对手在合牌能够让他免费摊牌 是的 啊 这里对手又给他考试了 又是一次考试 Greenwood在这里非常难受啊 这我排 感觉应该跟不动 两条街 在第三条街选择做了一个8万的下注啊 在9万的底池中 接近满吃 他可能能赢一些就是带A的草花 高张同时能抽一些卡顺之类的 排吧 他的排是挺好的 因为他没有阻挡对手的任何的 嗯 一些 梅花和听牌组合 勾啊 圈啊 对 还选择盖牌了 他手上没有勾没有圈没有梅花 嗯 但是面对对手这个 下注是有点太大了 太大了 不过这样子也未必是一场坏事 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 解说同僚啊 是可以在赛场上发挥出很好的成绩 哦 这里的 麦克尔索伊扎 在hijack的位置选择 用90杂 90同色选择一个hatch 38 遭遇到小王全程的300 38000的一个下注 所以这首牌其实挺好的 嗯 所以大家在想自己为什么总是被3B 其实有的时候还是要相信对手 因为刚刚我们吃饭前是 嗯 一个玩家觉得自己可能3B的次数多了点 然后是强行用一手不是特别好的牌去做了一个4B 然后损失了很多的钱 看一下翻牌 哎呀这个面啊 对所有咱来说有点难受 十嗨的面击中了挺对 那么这里是势必要有一定支付了 嗯 84000的底次 要主动打吗 这边 可以打要打要打 圈圈的话 还是有很多牌他不想再转牌看到 过河的牌他都不想看 过河的牌除了圈都不想看 十勾KK 这边要打多少 3万吧 看一下他打多少 打得比较重好像 55000 嗯 这边有 买花然后有 有那种 可能到结构连章的 面子上 虽然是个3B底身 对手很可能抵抗这些牌 他后打55000的话 后手162000 嗯 这手牌 要 拨命了 所以他肯定是省得跟住了 这张三掉得非常好啊 这上一张草花三 对于两边来说都算掉得比较好 所以他也是希望看到这张梅花三 好 我们的 罗利哥也是希望看到这张三 但后手是162000 那么应该是分2000要打光了 分两枪会不会显太强啊 呃 就是两枪 好 来 直接是 一较强16万2000 直接打光了 看一下所有在这里 会不会考虑去做一个抓机 如果是在翻牌 选择做一个 3万的下抓 那就是得三枪打光 嗯 哦 跟了 嗯 选择跟住 这个翻牌的 顶队有点 大 是一个 这个底尺中的顶端范围 然后给打得好呀 输的组合也是对手的一些超队 嗯 二 没有发出来 转牌那种捕马量 打 符勒布的捕马量打了 让转牌很容易的就 他如果把对手套进去 对,如果他把对手套进去 五万五的话,那么两枪拿光了 如果是在翻牌选择做三万的下注的话 可以打三枪,三万,然后三万,八万 CG加州勾九红星到一万一 Cutthoff这边,Foxen拿到了勾勾 他可能会得罪 25k 我看了一件事,但我还没看过 25k是不同的,那其他人是吗? 它是Tubal,它是3k 或者是25k 还有更新链子 不,它是150k 你得到100k的链子,但你得到150k 好 然后,在级9k,你能够加50k 如果你想进去 哦,Tubal选择去跟住了 那这样Flop是3k,70k 坎虹面,没有发到红桃 所以这九弓目前就只有一个卡巴的顺子 挺难受的 选择过牌,FocusN肯定是 这面对FocusN肯定非常的友好 它没有 那个,任何的帽子 没有看到不想看到的AK圈 选择下注29k,三分之一抵持 因为它还输对手一些去慢打的AK圈圈这种 还是选择跟住,好喜欢缠打呀 哇,一枪到 哦,这样的话 哇,我们看它表情没有任何的变化 应该这时候弄一个特写镜头 看它瞳孔没有放大 转牌就到8 这个 关键的这个FocusN还是一个没有帽子的状态 现在变成FocusN肯定可能有机会再合牌 发出9A反超 也不能反超,发短是平分 只是个chop 好,我们去4A 去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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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持续下注58k 大家其实现在输蛮多了 因为 Flop对手抵抗的话 在Tune上这张8不但有一些顺子 卡顺其实比较少 但有可能会 会 在对手的这种两队的范围 比如说80 78 但也不好说 因为是一个3Bet的地池 合牌草花2 现在还有多数几手花 但是 后门花也不太考虑了 我觉得FocusN这边 我们的 是Dell继续选择过牌 不知道FocusN这边还会不会下注 因为对手跟住了两条街 其实表现得很顽强 最主要的是 这是一个3Bet的底池 对手 其实对手 在UTG加注又跟住3Bet的范围 不 不多了 他能赢什么呢 99 因为780都中set 结构连章 结构连章不会跟 我们 打多少 看一下 下注86500 也就像是A10啊 石钩 这样子的牌吧 对手 其实想想对手在UTG跟住的范围当中 自己 很 很少有银牌 又能拿到价值了 但输蛮多牌的 选择直接O-in O-in239000 太痛苦了 所以这套接我真觉得过牌蛮好的 这套接我真觉得过牌蛮好的 这样变成说他要补15万左右 15万去赢一个 15万去赢一个72万底池 赔率变得很好 好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气得掉 但真的 银牌很少 最方跟住这两条接合牌 又check ChrisO-in 哦 气了气了 没银牌了 好 Hackson 槍口加1 本来是到了11000 9-6 红星 在大膜里做防守 Blob8-8-10 Hackson持续下注应该就可以直接收持了吧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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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b兩個人是選擇 轉排這個Hackson是領導 但是Hackson這邊是中了一個圈 這樣應該是會跟住 我排一張勾變兩隊了 打很重 打很輕 十分之一打了六千 這一定會跟啊 不可能不跟吧 七萬三的底是打六千 這沒有任何道理去棄牌的 Streight 好順子 沒辦法打太輕了 這價值是一定要致富的 看上去兇神惡殺 但其實在生活中 他是一個比較溫和的人 是的 其實很多打牌的人 特別是職業牌手 在現實生活中都是比較溫和的 因為相對而言脾氣啊 包括自我的情緒管理 都會 脾氣不好的人 沒有辦法打得肉 是吧 不能說絕對 但是在大環境下 應該說 打得好的職業玩家 95%以上都是脾氣好的 殘忍槍 槍口 對槍口也是拿到了A溝 選擇做一個 選擇平根 哪些進入到一個四家裡吃 哪些選擇 我不是一個咖啡工廠 我只是喝淋的啤酒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就是這樣 這手牌翻牌來到五六沟 彈璇是直接擊中了TPTK 哪些人喜歡咖啡 我喜歡咖啡 我不喜歡咖啡 我不喜歡咖啡 我喜歡咖啡 我喜歡咖啡 我覺得 彈璇選擇在 三萬的敵也下廚一萬 我认为小王会直接弃牌吧 有可能吗 还是会要跟住一条件 他其实有后门花和后门顺的发展 这里选择用一个抵对兼后门顺后门花 做一个过牌加注 试图直接拿下底池 那这里弹圈是TPTK 不太会盖给他了 这里应该是会考虑做一个跟住 做了一个比较标准的跟住 那么这样一个跟住下 如果转牌没有发展的话 Deniton一定会放弃这个底池 比较了解他的打法 转牌一张方面三 目前来说并没有什么提升 Deniton也是 目前他今年的成绩非常好 他的打法是基于自己的系统 所以不太犯错 他是比较GTO的一位玩家 凯旋在后置位过牌选择控制 看一下盒牌 好吧 Deniton在这里做了一个跟住 Deniton在这里做了一个跟住 我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Deniton Deniton在这里做了一个跟住 做了一个跟注 波动波的大王位的七五杂色是没有选择跟注 抵抗 这个翻牌对谭轩非常不利 四三七 杂色非常干燥的面 但是他的A7其实很大了 在这个面上 只输一些超队的组合 跟注了翻前的一个开支之后 翻牌两人是过牌过牌 底池依然是三万二 谭轩这里继续过牌 那么我们的DanielKates在这里 是要做一个两万左右的价值下注了 Flub是过牌 过牌过牌吗 做了一个三万满持的一个价值下注 为什么Kate在这里会选择过牌 因为四三七是对手的范围 四三七不是自己的范围 他选择在这里慢打 想要KK太大了 想要对手多一些击中 并且也是去防止对手去做一些操作 因为谭轩的后手筹码还是蛮多的 这里是三三和勾圈杂色 打光了 三三在考虑 勾圈这边是 欧赢了将近十二个大猫 对这里应该是有一个两千的筹码压制 我现在看着我牌 怎么底持就变十七万了 因为在转牌的时候 谭轩是肯定是过牌跟住了他的三万 然后在合牌 面对对手一个八万二 又是一个满持 这里谭轩A7是有点艰难 因为有一个勾和一个九 两个帽子 被人叫去抓咒呼了 还有选择了跟住 我们的DanielKates是用一手KK 成功的拿到了两条街的满持价值 然后让我们再看看 我们开始 改变 让我们开始 准备 按 坦圈是开始 开始搞起来 利用自己的大筹码优势 小芒这边拿到手K圈 目前是23个大芒左右 算得非常快 遭受到了制裁 发现这位玩家手很松 马上跳起来就是一个all-in 这个筹码量20到30之间 其实做3-bet all-in是蛮有威力的 海拳继续枪口加一的位置加住到13000 我脑毛是勾圈杂色 选择直接弃牌 733再装位 好欧大哟怎么老是你 怎么老是你 弃牌了 真是AA 等一堂这边拿很大 一手A圈 直交位20个BB 坦圈又一次被打盖 坦圈反正就是来抢劫的也无所谓 你报警了我就撤 两个人聊起来了 U7J A10不同色 做了一个13000的加住 看到我们的Diripetus 一手非常好的童话连章 钩石童色 跟住 他剩的筹码蛮少的 只有16个BB 弹圈装位了3-4 瓦恩的范围真的是很宽 这我排在装位啊 如果是一个多人底持 在生抽码的情况下 也是挺好的 一个游戏底持的底牌 童话连章 比较隐蔽 大忙是冲着培率被拉了进来 对 Dominic Niche在这里啊 4-2虽然是非常 哇 A2-2 一加卡顺 韩萱看到A2-2的面还可以 对 然后一加正顶队 踢脚还不错 另外是一个名三条 还有一个后门铜花顺听牌 后门铜花听牌和一个顺子听牌 Niche在这里选择做了一个零打 在61000的底持中 做了一个12000的零打 OK if we run out then 非常的奸诈狡猾 这个零打 这是炒池了 这是与其在翻牌做一个过牌 不如就是拿一点夹值 谭轩看一下之后拍 因为多人底持 大家都不是特别感动 很可能他在过牌之后 大家也都过牌了 这里他也是做一个跟注啊 他这里支之后牌 做一个加注是更好 但是为什么没有做加注 是因为这是个A高面 A高面的ABB面 是很难去做加注 引走对手的一些 打走对手的一些范围的 因为一加打一加跟注啊 对手要不然有A 要不然大对子 要不然有二楼 就是没有什么 因为没有别的听牌了嘛 听牌在他自己手里 嗯 他的一个三四 已经是这个面上最强的听牌了 就最最紧密的听牌了 所以别人没有听牌的情况下 他不太会 呃 虽然他自己本身啊 这个牌是没有收到value 照道理是要做一个加注的一个 一个炸虎 但这里还是可以不做 嗯 因为这里加注其实是真的很难打走对手的范围 非常非常难 转牌6 黑桃6 谭生这很开心 这已经是很好的一张牌了 对真的像你说听出童话顺来了呀 你再听了 又一次愿意对一个三万的下注啊 那谭生这里 两位玩家都只剩下不多的后手 谭生这里还是可以考虑再买一张 因为这里是两条街的一个过牌跟住了 两条街的一个下注跟住了 好继续选择跟住 哇两点两个人都选择跟住了 因为谭生的赔率挺好的 所以就跟住就好了 哇哦漂亮 这是一张黑桃7 对于谭生来说是一张很棒很棒的牌了 后门花非常非常隐蔽啊 我们的Niche在这里是要被 被拎光了 被打走了 对因为这个 他的后手很少了 不到半个底池 正正好好 做一个九万五千的下注 底池赔率0.5 只有0.5的SPR值的情况下 他这里做一个价值全下 非常爽 很有可能是会 但这里是 A10肯定是靠不动 A10也不是靠不动啊 他如果只有一加的话 他想很久 但是 后面有一个谭轩啊 后面有个谭轩 他要考虑到这点啊 他要考虑到首先 Niche的范围里面是有2的 谭轩的庄位的范围里面 也有2 甚至可能是A2 这直接已经是天狐了那种牌 也有很大的概率 我们得到的 我们得到的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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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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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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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万,三十一万是五十个BB 瑞斯倒一八 台圈这边哪有手勾勾 台圈在钢战士已经累积筹码到八十三万了 真的很多 这里可以看到AK对勾勾 这是一个班前的两个强牌的对撞 做了一个四万二的一个加注 在大盲的位置对枪和位置有一个加注 在我们的十万德普比赛 我们现在的盲注是四千八千比八千 下手牌找盲了 这将是今天最后一轮比赛 在第十万比赛之后我们会统筹筹码 然后我们会重新抽签 明天是下午十二点 明天中午十二点我们继续比赛 我们在明天下午五点也有一个短牌比赛 两万五的短牌比赛 欢迎大家参加 最后排我们的波动摩也是秒call的对手的all in 我们有一点起来 我们下午十五点 我去连续比赛 明天下午五点 明天下午五点 我们下午十五点 我们下午100千比赛 谭宣跟的 谭宣跟的 然后波动摩跟的 把这个牌翻前的对撞了 打光之后 弹圈这样的宠马量好多200个BB 120个 好好的 你正确的 我正确实在做什么 我正确实在乱动 我正确实在乱动 我已经乱动了 我已经乱动了 没有枪口又拿到了狗狗 Niche这里是一大盲位的强制我领 狗狗做了一个 隔离 隔离 哦又是 刚刚是AK对狗狗 这回是狗狗的AK 谭轩啊连续两手牌 而且又是U7G对大 哦就是U7G对小猫 他为什么显示的是3B啊 是因为有OIN的情况下 这里其实应该是一个 瑞斯坦的3B 现在是一个4B O0 是他最后一手牌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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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来吧 我们 Tarrel应该是 正好是新上来的第一手牌啊 是他第二次买入的第一手牌 如果这手牌 他的狗狗没有跑赢 谭轩的AK的话 很有可能是 就是10万英镑 只打一手牌 正版的 谭轩刚刚是不是偷偷去了哪个教堂啊 刚刚还问我们去哪里烧香 哦一张A 定心的一张A 啊谭轩 哇这一人啊 真是run good GG 连续的有牌 并且连续的G 嗯 maybe double 3B 我所以想这个问题 但他这个牌是有牌 谭轩好牌人多 真的多 所以现在已经140万的筹码了 我牌可以的 因为你手走不开嘛 速度吧 我就想到 又是A圈队勾勾 我 今天这桌子怎么回事啊 我们的Sadell是 积累到了386000的筹码 那大王位的Danny Town 有8万的后手 8万是只有15个 哎 8万只有10个大王了 显示48000了 什么 不能够讲东西 不可以讲中文 哦 没有中文 我 我 我 不会 说中文 你会说中文 你会说中文 嗯 可以 可以 哥哥只是选择call吗 1-2 1-2 1-2说中文 然后Jangerman是会会一点中文 所有的像模像样 就是语调有点太没事了 嗯 这里面对谭轩的一个开始范围 因为后手抽码比较深 所以Sadell选择做了一个跟注 啊 这里还好是没有做3bet 打光药被他拎掉了 3呢 这里翻牌就是一张A 那谭轩这里选择过牌之后 Sadell也这里也是选择 啊 呃 做了一个下注之后啊 Sadell是盖牌了 谭轩下 这个K让这个 这个K啊又是进了谭轩的范围 其实两家的范围 但谭轩这里A圈已经够大了 非常大 可以做一些valuebet 11万6千的底持 6万5千 呃 狗狗可以少支付一点的感觉 K也是一个危险张 他其实不太愿意看到这张K 这是他最后一次跟注 因为谭轩的一个下注频率是比较的高 最后一次跟注 对 第三枪是如果谭轩打的话 狗狗是不太会 蛮难跟的 蛮难跟的 喂 喂 这手牌 这手牌 谭轩是 赢下的这个底持啊 还是说下方机可以不打牌去做其他的事情 啊如果你调整不了自己的心态的话也可以这么做 这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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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玩家都是一个勾嗨的结构牌 但是谭轩又是真的发展面对谭轩特别的友好 对 听花听顺 啊我们这里做了一个一万五的下注 谭轩这里有可能是要做一个加注 直接是打都是后手的 嗯 对果然是欧灵按摩 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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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高张带卡式的顺子 嗯 这个摩得很奇怪 我觉得 也不奇怪了 是可以摩的 因为对上谭轩这个形象而言 但是他有可能落后很多 嗯 还好啊 现在还 现在是领先了 嗯 一直是领先 但是合牌发了一张圈 哇哦 谭轩的排斥啊 这势不可挡啊 一百六十万 哇 这怎么回事啊 不要跟谭轩在桌子上对接了 嗯 好另外一张桌子 曹瑞 十四万九千的后手 做了一个一万七的家住 做了一个一万七的家住 啊 啊 这里Kate是直接在小盲位啊 做了一个二十万的三bet 因为是cover两家 对 那么直接是秒call了 没有任何的办法 跑马 啊 三三对K 对 我感觉我们光看跑马了 啊 也说了这个级别是真的是进入跑马的阶段了 那明天再买的话不是这比较很少 啊 明天再买的话也差不多是一个比较舒适的局 对于锦标赛台上来说 二十到三十个大猫是比较舒适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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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hman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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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对手的一个解读 去做自己的一些 呃 啊 理解 对做自己的一些调整 啊 啊 这是更加重要的事情 这也是这个游戏的魅力所在 我们的Addle是选择 在UTG选择chick 那chidwick在这里拿到一个两队 中两队 但是是有顺面 并且是一个长顺面 下注4万 依然是要做一个价值下注 这个圈钩是比较标准的跟注 发展面太好了 还是有很强的一个发展性 跟注之后 合牌是来到一张红桃2 Addle继续选择过牌 这里你猜chidwick会下多少 这个19万8千在顺子面 要打也应该是 打可能半尺也不错 打9万到10万 哇打了一个 他上一次好像就超时 他刚那手牌不就超时 打了一个超时 好 啊 选择跟注 他讲话90 啊 直接是被淘汰了 嗯 但是用命去抓的 等于也是一个满车下注 直接是被淘汰了